花东地区铁路双轨电计划拓宽工程土地遵收案第二次会议 在花莲信议会的三楼举行 针对优先使用公有地及铁路用地以及征收私有地 请重宽重优补偿案进行双方面沟通 会议召集人县远黄欣表示 初步地主和铁路局达成共识 还有一些细节部分铁路局则是会带回总局研议 则请要召开第三次的会议 花东地区铁路双轨电计划拓宽工程征收案 经过3月18号的会议无法达成共识之后 第二次会议则是在花莲信议会召开 召见黄欣表示由于两个小时的会议相当的顺利 也初步达成共识 对于我们吉安乡的部分是我一直来比较关心的部分 因为花莲市的部分从车站出来的话 第一个时间经过我们吉安的建国路皮交道的部分 原则上本来规划是在东侧 双轨再增加一轨的是在东侧 因为东侧牵涉到住宅 我们的住宅区的住宅 拆到许多民房 然后影响到喇叭性的出入 然后这个部分就造成地方反弹 那现在就是在西侧的部分 原则上会在西侧来建制 因为西侧的土地的部分是绿地跟公园用地 那对于老百姓的土地 私有土地也有 公有土地也有 那对私有土地的部分 那因为它是后侧 不影响到它前侧的出入 就是我们的北昌一阶的出入 道路的部分都没有更动 那这个是建国路370项 这个部分可能就会 移到西侧来做进行 那对于永新的部分 再过来的部分 从永极桥就开始高架 那这次本来是双轨电气化的工程 那有些地方需要改善 就是说我们的人里铁桥太低 那在台风天水的部分 可能影响到铁路 所以它这次先把人里桥的铁桥的部分 先再提高了 花蓮市中华路 那是高架 一直来到我们的 人里铁桥的部分 推高架上来 那人里铁桥南北两侧的部分 沿着上它的通行变道的部分 那我们也要求铁路级 在这里要把我们做好 让两边能够顺利来通行 包括淹水的问题 一定要把它做好 国中跟宜昌国小这个部分 隔音的设施的部分 一定要提升 让小孩子在这边上课 能够减轻到最低最低 那个噪音的一个影响 那将来铁路高架 我们也希望极安的部分 能够车站的部分也要提升 将来 因为我们花蓮的部分 有正在县政府也错了 铁路高架的一个可行性评估 那到现在 因为铁路的双轨电计划都还没定案 你在东边西边都还没定案 将来定案之后 可行性评估部必须要预计这样再更改 再更改 更改之后定案之后 可以尽快的提快给中央 那双轨电计划预计今年 今年会动工 到117年要完工 那铁路高架的部分是后面跟着要再提升 赵建伦黄信表示 这次铁路局也相当的有诚意 原本极安规划要征收东侧 因为影响到泄民的权益 经过上一次会议之后 则是改在西侧来征收土地 黄信表示铁路局相当愿意的来倾听民意 在沟通上可以说是畅行无阻 他只是会继续争取泄民的权益 共同来推动铁路双轨高架化 为地方发展来努力 记得继续欢迎视频道